圣经马口福音一章 第一节这边说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福音的起头 今天 题目是福音的起头 第一福音的起头是什么 福音的起头就是 第一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就是福音的起头 今天这个经文 一开始就说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神的儿子表示 耶稣的神性 也包含人性 神性 耶稣的神性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所以他充充满满的有神性 人性 因为人看他是约瑟的儿子 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三节 那边就清清楚楚写了 他是约瑟的儿子 不但是约瑟的儿子 他还是亚当的儿子 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三节 神经说 耶稣开头传道 年纪约有三十 一人来看 一世人来看 他是约瑟的儿子 所以今天 神的儿子 他不单包含了神性 也包含了人性 这表示了 神的儿子 确确实实 明明确确 从神 变成了人 道成肉身 降能量的世界上 道成的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母 独生子的荣光 马可福音的最第一句话 耶稣基督 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 在希腊文的名字当中 他们特别有这个意思 耶稣就是耶和华救恩 基督就是受高者的意思 所以这福音的起头 就是耶和华救恩受高者 神的儿子耶和华救恩受高者 是福音的起头 这显示了神对世人的恩典 因为这是耶和华救恩 显示了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 并且我们要知道这个计划 是在创世以前 就为我们预备了 创世以前 就为我们预备了 这福音的起头 听起来好像是 2000年前耶和华基督生出来的时候 福音的起头就开始了 但是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的福音的起头 乃是在创世以前 上帝就为我们预备了 在这个世界还没有以前 神就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福音 这样的救恩 不是我们所想象的 在世上才为我们预备的 乃是在还没有世界以前 创世以前为我们预备了 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这边说 基督在创世以前 是预先被神知道的 觉得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 你们也盯着他 信纳 叫他从死里复活 又给他荣耀的神 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 都在于神 各位弟兄姐妹 一切福音的开始 一切福音的起头 不单是耶稣基督 福音的起头 是在创世以前就有了 在创世以前就有的福音 就如神从创世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 成为圣洁 乌有瑕疵 以福所书一章十节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福音早在创世以前 就为我们预备了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上帝他计划的奇妙 这表示上帝他计划的完美 从创世以前 就为我们预备了 为我们计划了 这奇妙的作用 相反的 因为在神的计划 如此奇妙 也显得我们世人的描述 如何描述呢 我们总是会为自己的生活 为自己的安排和计划 我们会晃我们人生 我们知道世事难料 总是有人说计划 有点赶不上票化 我们做的计划 我们做的计划 总是会改变 我们做的计划 总是会遇到一些事情 我们不得不做调整 没办法 这世界现在变化的太快了 但是我们都在学习 如何来面对这世界的变化 才可以对一条事 所以现在很多人说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成心永有 因为我们都知道 天下现在没有很久存在 不变的事物 我们所做的计划 都可能会因为一时的情绪 我们所做的承诺 可能会因为一时的情况 我们会做改变 我们会做调整 各位兄弟姐妹 既然上帝在创世以前 有个计划 从未改变 没有因为世界的变化 而改变 创世以前只有一个计划 没有因为任何一件事情 遭到改变 而这就是我们的救恩 我们的耶稣基督 在创世以前 所以就是 表示了我们 人和神的不一样的地方 完完全全都不一样 一个是创造者 一个是被造物 就是我们的差别 就是我们的企划的差别 所以这也就证明 这福音的起头 绝对不是一个受造物 一个被造的人 能够写出来的 一个被造的人 没有可能能够写出 这四千年 五千年 都不变的一个计划 当我们说 听到这个好消息的时候 神将他的独身爱子 降世为人 为了我们的罪的时候 当我们听到 这好消息的时候 我们实在很难 看到多数的人 为这样的好消息 感到死了 感到兴奋 感到激动 这好消息 就是神的福音 来到了世界上 神国的福音 穷人的福音 这好消息 是传遍天下的好消息 这好消息 是失去生命的人 会得到生命的好消息 这好消息 是光顾到万民的好消息 这是和平的好消息 这是恩贵的好消息 这是神大能的好消息 这是免费的好消息 这是白白得到的好消息 这是平安的好消息 平安的福音 当作预备走路前 穿在鞋上 这是我们每一天每一天 都可以得到的好消息 但我们有时 对这样的好消息 不关心 那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有个好消息 就是马古福音一章一节 他说 神而起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 有恩典有真理 这好消息 光顾万民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 请各位弟兄姐妹 相信 相信 我们要相信 神在创世以前 就张这美好的消息 这美好的计划 要预备给我们每一个人 在创世以前 这福音的起头 乃是关乎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唯有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就能得到满满的祝福 必须得到神 要预备给我们的恩典 那永生的生命 这样的好消息 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都能不相信 并且每一天坚持 利靠上帝 来仰望上帝 来相信祂 是上帝的儿子 来相信祂 是创世以前 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福音 就是我们福音的起头 各位弟妹 福音的起头 第一 因为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是福音的起头 第二 福音的起头 施洗约翰 预备到你 福音的起头 神 祂没有马上出现 让耶稣基督降世在这世界上 在耶稣基督 出现之前 传福音之前 神预备了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 来为祂预备到你 所以我们看第二节 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 请 正如先至以赛亚书上 你记着说 看哪我要参见我使者 在你前面预备道路 在 第三节 继续 一起来 在赛亚里面有人圣满地说 预备主的道 修指他的路 第二节第三节 这个经文 成就了 旧约先知所说的 有这么样一个人 要被拆解 在耶稣基督面前预备道路 这个经文 大家如果 有笔的话 可以拿笔把它记下来 第二节 这个旧约经文 在马拉基书三章一节 第三节 这个旧约的经文 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三节 把耶稣降生 施洗约翰出来 为主预备道路的时候 前七百年的时候 四百年的时候 只有先知预言了 有一个人 要为主预备道路 在耶稣基督前面 为主预备道路 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 有这么样的一个意义 古代君王要出巡的时候 古代君王要出房的时候 他所经过的道路 他所经过的地方 都必须会事先修平 会事先安排 会事先顾好 以表示对这君王尊敬 施洗约翰就是 旧约圣经所预言的那位子 耶稣来以前 为主耶稣基督预备道路 再次证明了这种计划 不是人人所计划 再次证明了 神计划的完美 神计划的完全 神计划持戏 不是事人人 施洗约翰会主耶稣基督预备 何用的百姓 是以色列的回转 路加福音一章十六节到十七节 那边有说到施洗约翰的工作 我来念给大家听 一章十六到十七节 施洗约翰 一章十六到十七节 路加福音一 这边说 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 归于主他们的神 十七节 他必由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 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 叫被利的人转从义人智慧 又为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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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何用的百姓 施洗约翰 我把归类 总结 他主要有两个工作 第一 第一 祂要使許多人迴轉歸向他們的神 第二 祂要為主預備合用的百姓 為主預備聖節氣 這兩個工作 約翰的工作 這個任務是為主預備高度 表示了耶穌君王之分 世襲約翰不是為自己 不是見證自己 不是祈福別人要跟隨他 而是為主耶穌基督預備道路 把人引到主的前面 我們也要有這樣的心智 我們傳福音的時候 我們是要引人來到耶穌基督的面前回轉歸向他 並且為主耶穌基督預備合用的百姓 為主耶穌基督培訓合用的百姓 這也是我們要做的工作 為主做工 我們來見證他 並且最終要是為主來預備他第二次的來 我們現今的每個弟兄姊妹 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我們要為主預備道路 我們一樣也要為主預備道路 因為耶穌基督說他會再臨 而在那再臨的時候 我們要在那之前 像實習約翰一樣 為主預備道路到世面上 到路上使人迴轉 到路上使他們能夠成為何用的器皿 為主繼續來傳福音 為主一起奉主的名前進爭戰 這也是我們要做的工作 因此我們的教會可以得到建立 約翰的施洗 約翰在曠以施洗 他在曠以施洗 但他的施洗與主耶穌的洗禮 不一樣 為什麼不一樣 我們今天要把這事情搞明白 新約的洗禮 我們如今的每一個洗禮 表明了與基督同死同復活的真理 不但如此 我們還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與基督一同受苦 一同得榮耀 活在基督裡成為新造的人 但是約翰施洗的時候 耶穌基督還沒有定在神教上 約翰施洗的時候 耶穌基督還沒有正式的開始他的工作 那約翰施洗 是什麼樣的施洗 不管是什麼樣的施洗 但是約翰的施洗 大家要知道的是他沒有設罪的全民 約翰施洗沒有設罪的全民 約翰他所傳的 他雖然有施洗 但重要的是他所傳的 他傳的是什麼 我們看第四節 我們盡量著重在施洗約翰 他的工作不是來施洗使人的罪得到色 而是他來施洗 但是他所傳的是 第四節我們一起來念 照這話 約翰來了 在荒野施洗 船悔改洗禮 使罪得色 各位同姐妹 施洗約翰他的工作 不單是施洗 但最重要的是他能夠使人的罪得色嗎 不是 他的工作是傳 傳 大聲的宣傳 大聲的宣告 大聲的傳扬 傳什麼呢 傳悔改洗禮 並且這悔改的洗禮 能夠使罪得色 約翰的施洗沒有特別的作用 沒有赦罪的能力 是傳悔改的洗禮 那是耶穌還沒有為罪人犧牲十字架 但我們要知道的是 施洗約翰做這些 就是為了預備主耶穌基督來的 為主預備到 能使人罪得色的 唯有耶穌基督 天下人間沒有赤下別的名 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約翰在曠野施洗 預備主的道 使耶穌可以在眾人面前 進諸般的意義 約翰的施洗 只是要為了讓耶穌 在眾人面前 得到諸般的意義 約翰所做的施洗 對猶太人有特別的意義 猶太人為何還要施洗 他們由亞伯拉罕作為他們的 他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他們何必還要施洗 但是對猶太人 特別的意義 猶太人對人洗禮陌生 他們知道外邦人改信猶太教的時候 需要受洗 歸入猶太教 但從未經過 連亞伯拉罕的後裔也需要洗 所以聖經有說 那些自己唯一的法伊賽人 殺戶該人被約翰稱為 毒蛇的種類 誰指示你們逃避 將來的奮怒 你們要結束與悔改的心相撐 不要自己心裡有說 我亞伯拉罕為我們的祖宗 有人說神丟棄了以色列 有人抱怨是神不讓我悔改 有人抱怨是神不讓我相信他 有人說你讓我看見神我就相信他 但各位弟兄姐妹 這不就是猶太人的寫照 猶太人不信 不信耶穌是神的兒子 是因為沒有聽過福音嗎 我們的朋友 我們向他們所傳的 他們不信 是因為他們沒有聽過福音嗎 是因為他們沒有看到神經嗎 他們不信是因為這個原因嗎 羅馬書十章十四節 然而人未曾信他 只能求他 未曾聽見他 只能信他 沒有傳道的 只能聽見 若沒有共差遣 只能傳道 如盡商所盡 報福音 傳喜信的人 他的腳中何等的加密 各位弟兄姐妹 人能信福音 不單是只是因為他們聽得到 人能夠信福音 不單是只是我們奴隸的傳道 最重要的 人能夠信福音 乃是因為福音的起頭 是神 差遣了耶穌 剛剛羅馬書十章十四節 人未曾信他 怎麼能夠求他 沒有聽見他 怎麼能夠信他 沒有傳道 怎麼能夠聽見 沒有奉差遣的 怎麼能夠傳道 沒有奉差遣的 怎麼能夠傳道 所以福音的起頭 就是因為這個差遣 這個起頭 就是因為耶穌 神 差遣了他的愛子 來到這世界上 若沒有了差遣 怎麼能夠傳道 若沒有傳道 怎麼會有人相信呢 若沒有人相信 只能求他 所以最重要的 乃是 神 他拆解了他 所以那些不信的人 他們不是被神丟棄的 是他們自己 丟棄的人 神難道沒有拆解的人 到他們面前 傳福音 使他們有這樣 聽福音 信上帝 佛告上帝的機會嗎 他們自己丟棄了傷口 他們自己丟棄了主耶穌 神多少次拆敗了各樣的人 到我們身邊來傳揚他的福音 那政治有福音 但是世人 就是不喜歡裝備 世人 就是只喜歡裝備 這些墮落敗怪的人 為何 我們向你們吹鼻 你們不跳舞 我們向你們舉安 你們不承休 接下來 我要講今天的結論 來結束今天的獎章 拿福音一章一到十一節 福音的起頭 因為神的兒子耶穌寄 福音的起頭 是從施行樂案 為主預備道路開始 各位 請問你們 我們要被主 今天分享 我們要為主 被拆檢 拆檢到留需要的地方 為主做工 我們也要拆遣人 為主預備道路 使人回轉歸史 使人能夠成為何用的器 為主做工 所以我們要拆遣人 我們也要被主拆遣人 這就是傳福音 這就是神要我們做的 所以我們在聖任節 教會舉辦各樣的活動 來傳福音 教會舉辦各樣的活動 教會舉辦各樣的活動 來傳福音 來邀請人 這是我們當作的 感謝主 使我們做了各樣的事情來傳福音 為主預備道路 為主預備何用的器 使人回轉歸向主 但是我們知道 雖然人有人不來 雖然人有人不信 雖然人有人堅毅剛硬 但是我們知道 我們要知道 我們必須知道 主不是看我們的教會有多少人 絕對不是 乃是看我們是否願意順服主 為主被拆遣 我們是否願意為主拆遣 我們是否願意為了主 被主拆遣 為主收割主的中獎 我們要被主去拆遣 去傳福音 我們要願意被主拆遣 我們老是會覺得 我們傳福音都沒有人寫 是不是自己不夠好 是不是自己不夠努力 是不是自己傳了方法 在方法論上面 會有一些好的方法傳福音 但是 我要跟弟兄姐妹講的是 我們傳福音 我們的工作只是被主拆遣 我們就如同施洗約案一樣 我們在礦物未能施洗 但是我們沒有設的罪的權分 我們只能為主傳福音 但這個人的罪 能夠得到聖 是主耶穌基督他的工作 他聖的工作 我們沒有辦法決定這個人的罪 能不能得到聖 各位弟兄姐妹 這個人的罪都沒有得到聖免 沒有得到抹除 他要如何能夠信耶穌基督呢 但各位弟兄姐妹 我們將這樣的工作 交給我們耶穌基督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我們的神 我們只要教我們被拆遣的工作做好 傳福音 接下來 赦免的工作 我們就交給我們耶穌基督 我們不能代替主赦免人的過犯 人之所以不信 不就是因為罪嗎 弟兄姐妹 赦罪的工作 只有主耶穌基督能做 我們神的工作 我們只能為主被拆遣 我們只能在 人在曠野的時候 為他施行 向他傳悔改行 向他傳悔改行 使罪得色的悔改行 曠野什麼都沒有 沒有水 沒有吃 沒有龍華富貴 在曠野只有絕望的進行 但是曠野 有神 有神 帶領 有神的恩 有神慢慢的祝福 我們只能為主被拆遣 傳到悔改行 使罪得色 為主預備道路 為主奉獻自己 雖然在曠野 雖然什麼都沒有 但卻有神慢慢的祝福 及賞賜 那就是永生 雖然辛苦 卻能常常喜樂 雖然時常遭遇患難 卻能夠靠主得色 雖然時常軟弱 但卻靠主剛強 願弟兄姊妹信靠那道成肉身的神 耶穌基督 神的愛子 並為主被拆遣 成為神合用的百姓 並且為主預備合用的百姓 傳這大好的消息 給更多需要的百姓 阿們 阿們 阿們